字幕提供 大家好今天阿信手機網主要是要為您介紹的就是 C18目前有兩種版別的差異性就是 如果你在購買的時候你可以去大概思考一下 你喜歡的是哪一種版別 那一樣相對的現在是目前C18黑色跟白色款的樣子 那這是白色款 先讓看一下 白色款的樣子 那其實在另外一個的連結裡面是有做介紹 那 就是 C18黑色款的樣子 那首先為您介紹兩種版別的差異性 另外首先為您介紹的第一版是 它的版別裡面就是沒有所謂的 搭入軟體 那都是 沒有所謂的QQ 之類的東西 那其實 這一個版別主要的差異性就是 它會有帶手電筒的功能 它有手電筒的功能可以使用 那 在設定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在設定裡面 設定手機設定裡面 它是 加速傳感器 還有按鍵震動設置 它的分類方式是這樣子 那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六頁圖示 其實在 其他的版別裡面是有做介紹的 那在這裡 大概再問您看 再演示一下六頁 它大概的圖示是 這個樣子 那我們看一下 另外一版 這是它的六頁圖示 那其實它主要是還有 所謂的 星空 它的天翼圖示 然後 這是它的六頁圖示 那其實在這個工裡面 就會少掉了 所謂的 手電筒的功能 那這一版的好處是在哪裡 在它設定裡面 我們可以去看到 在通用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它多了 紅外線感應器 我們可以去設定 紅外線感應器 那其實一般會建議是 把它關掉 把螢幕的顯示時間 給調短就好 那比較特別的就是在 解鎖的聲音 還有按鍵震動 還有解屏震動 所謂解鎖的聲音呢 就是 為您示範一下 這樣是解鎖 這樣是 所謂解鎖的聲音 那在 一版裡面的話 它固定 解鎖都是有聲音的 那在另外這一版裡面呢 我們可以把 所謂解鎖的聲音 我們可以把它關掉 這邊有一個解鎖的聲音 我們可以把它關掉 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是上面 上面進入待機鍵的鎖 還是我們要恢復 滑動解鎖 它是變成是沒有聲音的 那其實主要的差別是在這裡 那當然的相對 其實它的功能其實 事實上都是大同小異的 只是說 它的刷板是有所不同 那一樣都是所謂的亞太穩定板 那所謂的第二版有大陸圖示的 它是 主要的功能是多了哪裡 第一個就是紅外線感應器 第二個就是鎖屏 它的鎖屏 它有多了 方向傳感器裡面的設定 我們可以去挑了這些 我們還可以再去更細項的去做這些設定 指強的切換把它關掉啊 歌曲的切換關掉 照片旋轉 來電菁英 翻轉來電菁英 一定要記得關掉 不然你一般來講 你手機只要來電稍微震動一下 它就會自動轉成是菁英 所以選擇這一版的人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還有影片播放旋轉 一般都是把影片播放旋轉 還有照片旋轉這兩個 做打開的動作 那一般也會把按鍵震動 跟觸屏震動 去做關的 比較特別的就是 第二版它是多了方向傳感器 紅外線感應器 還有解鎖的聲音 它可以去做開跟關的動作 那在這一版裡面沒有 就是手電筒的功能 那剩下的就是 這是它所謂的六頁的圖示 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那比較 一起用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 這一版 第一版的 它會有所謂的手電筒的功能 它有手電筒功能的設置在裡面 它有手電筒功能的設置在裡面 那在設定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方向傳感器是沒有辦法去做細項的分射 那在這一版 那在這一版 它的通用裡面 第一方向傳感器 它可以去做細項的分射 然後 也沒有紅外線感應器 還有就是 解鎖的聲音 其實主要的差別是在這裡 那有一些人 它是比較不喜歡 有大陸的圖示在上面 當你不喜歡大陸圖示在上面 而 則要選擇C18的人 就可以選擇是一版 第一版 第一版 它是沒有所謂的大陸的圖示 QQ 或者是 星空互聯網 啊 然後 赫福中心等 這些字樣在上面 那其實 C18主打的 它是雙立體聲喇叭 那其實這些也都不是 智慧型手機 但是 是比台灣亞太電信的手機 還要好用很多 那 以上就是為您介紹 大致上 目前 C18會 有兩種版本 亞太穩定版的兩種版本 就是大概是 這兩個功能上的差異性 那其實 還有雙GSM 雙GSM要使用的用戶 其實就不用考慮那麼多了 那這兩款 和兩版 主要是針對 亞太用戶所刷的 亞太穩定版的版本 在這裡 讓大家看一下 其實一開始 它的解鎖都是有聲音的 那 這就是C18的 白色款 跟它的黑色款的樣子 以上 阿遜手機網為您介紹 C18兩版的 特別介紹 C18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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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